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七花 熟知我的朋友都知道,我這人很喜歡吃奶酪果凍布丁之類的點軟軟的東西 那簡單說就是甜食控啦 有一天我媽跟我說,你吃那麼多甜食難控會胖,而且又很不健康 所以我想著想著,要怎麼讓他承認我吃的很健康呢? 一吸氣了,我在小六的時候就會做奶酪的像甜點 小六的時候你還在幹嘛? 我在吃奶酪 今天要來做蔬菜奶酪,能吃嗎? 首先我們要一個膜,之後準備了兩大盤的蔬菜 我準備了一盤全部都是生的完全沒有燙過,跟全部都是熟的有燙過的 但是完全不加任何的鹽巴味精之類的調料 高纖維的木素芽,抗癌抗發炎大露媚,養生美容小黃瓜 燙過的玉米筍,健康護眼的紅蘿蔔,以及花椰菜 其實我是一個,就算只是給我生菜我也可以直接吃下去的人 你信嗎?我還可以直接把生的紅蘿蔔拿起來啃 紅蘿蔔 大露媚 玉米筍 花椰菜 小黃瓜 木樹芽 我已經把它全部都裝進去了 說真的這個再淋個和風醬,我真的可以把它馬上吃完 出發中來了! 冰水把3.5片的幾粒粒片泡軟 125毫升鮮奶油 400毫升鮮奶 糖三大匙 開小火煮到溫 我把我的電線燒掉了 我把我的電線燒掉了 剛剛開我的時候打燈,結果它放在那裡就有機會啊 重來一遍 開小火煮到溫 然後把剛剛冷化的吉利冰片丟進去 攪拌讓它融化 過濾 敲一敲,把工具打出來 蓋起來 送到冰箱3個小時 乖乖等我唷 看到這件衣服一定要這麼平安的過去了 感謝可愛雞花 拯救了你 重要的時刻要來了 成不成功,就看這時候了 這個 這麼單調怎麼可以呢? 我特別去準備了草莓跟藍莓 其實是從Costco的蛋糕上面拔下來 還有我從路邊撿的薄荷葉 我看一下360環景秀 那我就下刀囉 很成功 吃淡淡的奶酪那個滑嫩感 再加上蔬菜的清脆 完全不違和啊 一種清點又不濕蔬菜的酥香 酥香? 我上面搭配的水果是對的 因為一點點酸酸的再帶上奶酪的香跟甜 再加上蔬菜的清脆 我覺得今天會這麼成功的原因 是因為我做了10多年的奶酪 歷史的傳承 加上經驗的累積 剛我媽跟我說冰箱裡面有蔬菜 記得拿出來煮 那我跟她說我等一下要吃奶酪 她說不要再吃這麼不健康營養的東西了 我跟她說是蔬菜奶酪 結果她馬上回我 喔!不錯啊! 那要加一顆蛋啊 果然在媽媽的眼裡 只要你做對了一件事 她就會覺得另外一件事也要一起做 那才是百分百完美的你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訂閱加開啟燈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習慣還能用 啊!沒有了